作曲 李宗盛 月 晴晴飘落 風 漸漸隱沒 魂 停在風停推破 塵 流落前作 夢 醉甘笑過 雖 情中容顏一愁 一壺情著酒 一曲悲歡憂 一花一夜酒的山首 一影空風流 一身無相守 一蹴一蹴脫 等不來人相守 雖然有不來人 仲間 肉 思維 仲間 飄北 冥 春儿 快走 快走 春儿 快走 春儿 快走 快走啊 放了我母亲 要杀要剐 冲我来 陆车 勾结敌寇 刺杀主帅 通敌叛国 来人 给我拿下 我陆家世代忠良 镇守边境 对敌寇从未手下留情 你说我勾结敌寇 证据可在 这种时候你还在狡辩 你若是和敌寇没有关系 怎么会 无耻小人 这轮不到你说话 陆车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辩解的 而是来要你的命 放箭 快放箭 春儿 春儿 男人 才不得 总 你 你 真 混 陸徹 夫妻一場 知道你大獻將至 我特來送你們母子上屋 先生 陸徹 還不束手 有交錢 快走 現在可以放了我母親了吧 跪下 跪下 春兒 春兒 好好活著 不 來 走 牛 姑娘 姑娘 把我红的女配也太惨了吧 原来被男主对出去挡刀 最后死在反派路易车的手里 这什么破剧情啊 姑娘 姑娘 我居然穿越了 还穿成倒霉炮灰女二 为了讨好男主楚不明 嫁给反派男儿路撤 最后乐极生非 落了个被一剑刺死的下场 姑娘 你可不能再犹豫了 赶紧把和黎叔签了吧 这个真不能签 我可是看过原初的人 签了字 我死得很惨啊 姑娘您别怕 眼下姑夜连爵味都被剥夺了 一个小小的四匹 能把堂堂国公府嫡女怎么着 孤爷 和黎叔签了吗 千万拿着架着滚出我路下 夫君 我们不要和离了 你是不是疯了 我想清楚了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清儿 你先下去吧 是 是不是楚不明 又让你做什么 我陆家落寞之词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看得上眼 四君 我和楚不明 没关系 白小堂 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 我没有 原来 何黎叔 我会再写一份 拿着他离开路家 我不想再看见他 怎么回事 剧情怎么会出错了 我怎么会以外来意识创进来 是白小堂 将军 之前进出过仁宗堂的人 以权术斩杀 除了 少夫人 早晚 如果你丢绝之事 与少夫人有关 按理 他不应该拒绝合理才对 一定是楚不明在背后刀魁 如果他再与楚不明见面 我们就趁机绝了这个好关 陆家代代对朝廷忠心耿耿 陛下这次 竟听信谗言 如此对你 怎么对得起我们那么多年浴血沙场 将军 这口气大祸都咽不下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边关十万陆家军 二话不述立即逞房 住嘴 是 陛下只薛绝缺不缺兵权 就是为了表面上浮重 我们日后行事 必须更加谨慎才是 是 属下师爷 但眼下 将军没了爵位 恐怕 孙义武那小人会上门借借挑事 楚不明 我说陆将军 你这宅子怎么凉醋醋的 要是人少住不过来呢 不如腾出来给我 将军 尚夫人过来了 满住他 牵走的人太多了 拦不住 我的好心 他还真是一次不拉 见过吧 小姐 说起来 我也是国公爷的门生 这次前来 也是想踢二帝 想要吞了我家宅子的人 就是你吧 班小姐 听我解释啊 干什么 我现在还是陆家少夫人 她想吞了我们家宅子 你说该不该打 你们 没合理啊 敢咒我合理 别让姑奶奶再看见你 白小姐 你你你听我解释啊 入车 我有话给你送 小姐 小姐 月中 福君 我疼 如果你不抱我 我就坐死在这里算了 起来 抱我 抱抱我 抱我 抱我 把你從這裏推下去的花 就可以偽裝成十足入水 陸車你敢 表哥 你幹嗎呢 陸車表弟李少爺 完了完了 天要亡我 這個倒霉催刀二世祖來幹嗎 我記得你們夫妻感情沒那麼好啊 對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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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君 你在吗 夫君 不归 进来帮我擦个背 还不快进来 这次的救命之恩 恰好是我和陆彻关系缓和的好气节 我得趁热打铁继续搞下去 我得趁热打铁续搞下去 呃 怎麼是你 今日夫君救命之恩 就讓為妻 服侍你沐浴吧 夫君又救了臣妾一回 你放心 我對你只是單純的非分之想 沒有時間的能力 白小棠 你就不能安生一點嗎 你覺得我怎麼樣才算安生 儘管說 我一定做得到 假如 不許你再與楚不明見面 你做得到嗎 如果我再主動與楚不明見面 就讓白小棠生不了孩子 這種毒誓 你倒是真敢發呀 有什麼不敢的 反正我也不是白小棠 夫妻之間互相猜忌是大忌 今天我們就把話說明白了 我呆了些酒 要不邊喝邊聊 想灌醉我 我是考慮到萬一酒後亂信 想要亂信 想要亂信 大可不必 等喝醉以後 你 你要幹什麼 我 我 錯覺了 總覺得他有點不同嗎 弄車 別忘了白小棠是楚不明的人 難道小小伎倆 就能將你捕獸嗎 誰在說話 我心聲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白小棠會害你家破人亡 切記 雙身弄悔 姑娘 芸芸芸平時就穿這樣啊 夫君怎麼就喜歡這種吊吊啊 對了姑娘 我今天去買衣服的時候 有人塞給奴婢一封信 讓您一定要看 我 二殿下楚不明 原住的主角 路車的死對頭 我跟夫君發過誓不和他見面呢 我才不去 姑爺這個人真奇怪 昨天晚上就坐在床邊看著姑娘 看了一宿 天一亮就走了 她什麼意思呀 嫌姑奶奶不用人呗 芭城心裡還惦記那個芸青青 好嗎 你 不要 只要 還要死 那麼 這樣 消 你 洛大哥 夫君 臣妾好看吗 谁让你穿成这样的 怎么 不是云青青失望了 你以为你穿成这样 我就会对你有想法 说真的 你的审美不太行 你说谁不行 那 那你说 你喜欢云青青什么 我 我喜欢她 鲁澈 云青青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她才是你最喜欢的人 都是这个事 我喜不喜欢与你无关 夫君 我明天想去逛街 你陪我吧 作梦 将军 太子让人送了帖子过来 请您去看陶会 你别去 她不是个好东西 诋毁毁储君 可是大罪 我说的是实话 你相信我 她真不是个好东西 她会 有什么在阻止我 这是不是意味着 关于剧情走向的事 我都没办法说出口 那我被杀死这件事 到底能不能被改变 你应该去看太医 卢庸 我自己歇会就好 姑娘 您终于想中回过公府了 这下老爷和夫人定会欢喜得紧 谁说我要回去了 我是去逛街 还有 以后不许叫我姑娘 叫我 少夫人 是 姑娘 不 少夫人 前面的让开 陆家少夫人出行 喝了碰了可不管啊 小唐 是你吗 奴婢参见二殿下 这人就是本书第一男主 楚不明啊 不愧是男主 帅是帅的 可惜我凡小唐无福消瘦啊 快走 快走 小唐 魏食三客已过 现在已是申食了 你 这是要去哪啊 再说了 八仙楼 可都已经过了 我 我不是来找你的 许久未见 不知你进来可好 前面就是八仙楼 今日我做东 给你赔罪如何 男主就是男主 你厉害 我一个小小的配角 没办法违抗你的意味 小唐 请吧 表哥 你打算 什么时候跟嫂子合理啊 与你无关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虽然我整天吊耳朗朗的吧 但我也知道趋利避害 那白小唐 他可是楚不明的人 你再好好想想吧 表哥 表哥 楚不明 嫂子跟他在一块呢 小唐 你快告诉我 你是不是发现陆车还私藏祸心 你才不与他合理的 这位大哥 我觉得你有点细精附体 你 你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我现在已经是陆府的少夫人 二殿下日后 还是不要再纠缠我了 纠缠 你可考虑好你自己的身份 放开 二殿下 陆车 你今日与剑内在此优惠 意欲何为啊 夫君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可还记得 当日是如何向我发的事 记得 要不 我再送你一封修书 让你们重修就好 陆车 我不许你这样污蔑小唐 我和他清清白白 表哥 我就说了 这白家大小姐呀 就没安什么好心 你看 抓个现行了吧 我看我丢爵位的事 他也没少掺和吧 今天是个意外 我是被他逼来的 也没想过把毒事当玩笑 陆车 我知道最近有人想招揽你 但我劝你想清楚 良心择目而起 你站错了阵营 当心下一次 丢的就是那好待遇 还站着干嘛 嗯 白衣飘飘 清纯冷艳 这人怕不就是本书第一女主 云青青吧 刚送走一个男主 又来一个女主 我今天是出门没看皇历吧 白姑娘 清清有礼了 你若是真的有礼 便该喊我少夫人 我是成了亲的人 再喊姑娘不合适 我以为你不喜欢旁人这么称呼你呢 陆大哥 清清 你怎么来了 我之前一直在南山别院 才回来就听说了你的事 我很愧疚 你发生这种事 我竟然没有陪着你 你无须自责 事情已经过去了 陆车你大爷的 人家想害你 你还巴巴跑来送人头 也不知道这样的智商 到底是怎么当反派的 少夫人 可否少一杯茶 轻轻等了这许久 对 我差点忘了 你是来找茶的 就是不知道 你要找什么样的茶 清二 去造访煮一壶上好的 绿茶过来 是 陆大哥 这好端端的 你怎么会被夺绝呢 俗话说 千防万防 家贼难防 陆大哥以后行事 无需谨慎才是啊 云姑娘说的没错 家贼固然难防 倒还是比不上 楚楚可怜的 白莲花之命 云姑娘 你的绿茶来了 请慢哟 陆大哥 我与少夫人一见如故 不 不知可否在陆府小住几日 我想与少夫人 不行 你一个姑娘家住在陆府 成何体统 再说了 好 我这就将 清风院打扫出来 多谢陆大哥 里面请 哼 哼 哼 姑娘 我打听清楚了 白小唐每日这个时候 都会来后院散步 陆车那儿呢 爷已经派人通知了 飘旭啊 这陆府不比楚府 凡事都要小心谨慎 切不可坏了二殿下的大事 是 下去吧 你是说 白小唐忽然不肯跟陆车和礼 陆家深受父皇的恩惠 又手握精兵十万 太子皇兄一直试图暗中拉拢陆车 原以为这次 父皇会收回陆家的兵权 没想到只是不痛不痒地削了个爵位 看来皇上心底里 还是想倚仗陆家 如果白小唐也靠向陆车 那国公府将会是陆车的倚仗 从长远看来 怕是与我们不利 二殿下莫愁 容我去陆府探探虚实 那云姑娘无亲无故的坐在旁人家里 倒是半分不自在都没有啊 好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白姑娘 轻轻有礼了 说了 叫我少夫人 听闻陆大哥被陛下削去爵位 我日夜担忧 姑来府上打扰 少夫人不会介意吧 你也知道 如今陆家没了爵位 吃穿用度都有限制 恐影响云姑娘的身子 还请见谅 还笑 脸皮也太厚了吧 陆大哥 清清 你身子骨本就不大爽力 站在风里 万一落了病根 该如何是好 我不也 你倒是不安生 这倒没什么 只是 少夫人 一直催我离开 有这种事 白小堂 你 你大老你跑过来 就是为了教训我 这两日清清一直不安 就是怕担心惹你不快 是我坚持要她住下 她还真是善解人意啊 她是在关心你 你堂堂国公府嫡女 仙儿怎么那么小 陆彻 我为你好 你说我仙儿小 人家想算计你 你倒是喜欢巴巴送人头 你说什么 陆大哥 少夫人是一时气化 少在这儿装好人了 你是看路车没死 来不到的吧 放肆 陆大哥 少夫人真的误会我了 少夫人留步 陆大哥 你怎么不拦着少夫人啊 让她走 你明知我对你没有情义 你为何非要在我陆家蹉跎 那你明知云青青只是拿你当备胎 你不也还是喜欢她吗 你 这个白小子 要来恨不得表哥死翘翘 怎么忽然闯性呢 不如我 今天 今天是我冲动了 夫人 喝酒 好 你何时有了酒瘾 我没有酒瘾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酒后乱性啊 不知廉耻 你站住 我凭什么听你的 夫妻一场 你就那么不待见我 来 他真是我认识的一个白小刀 起来吧 起来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不能进 你们不能进去 我们家姑爷和少夫人现在不方便见你们 放肆 让开 有人找你 我以为 你会假装说听不见 陆将军 我家姑娘特意来看你是否安好 却被下人拦在了屋外 这白姑娘一向看咱们不顺眼 住口 胡说什么 陆大哥 你别见怪 他口无遮拦 的确是口无遮拦 陆大哥他最近 怎么对我冷淡了许多 这云青青 这么晚鬼鬼祟祟的 芹儿 随我上去看看 嗯 陆姑娘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陆姑娘 千万不要杀我 跟我走一趟吧 你是什么人 放心 我只是想请二位跟我走一趟 只要你们乖乖听话 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 他可是陆府的少夫人 陆大哥可不是好惹的 是吗 那我偏要惹上一程 父亲 救命啊 父亲 嗯 想救人去西郊 告诉陆车 想救人的话去东郊 少夫人 什么鬼 我居然还活着 云青青 你在不在啊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和你无言无仇 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你不是一直帮助楚不明陷害陆车吗 只要你今天死在这儿 国公府 国公府接后必和陆家决裂 用你的命 帮助你的楚哥哥完成心愿 对于你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吧 我 我不是楚不明的人 也没想过要害陆车 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我已经给陆车留下了线索 你和陆轻轻 她只能救一个 别 别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误会 死到临头嘴还挺硬 你猜 她会救谁啊 真的是误会 你别走啊 哇 哇 陆车 你快来救我的吧 姑爷 姑爷 少夫人被绑架了 胡说 有谁敢绑架国公府敌女 陆相军 我家姑娘被人绑架了 你们是说 云青轻和白小棠同时被绑架 是啊 姑爷 您快想办法 我看到歹徒把少夫人带去东江了 你胡说 分明是在西江 陆大人您快这些 再晚一点我家姑娘就没命了 看样子 这歹徒是把少夫人和云姑娘 分开藏匿了 凶徒故意将两女 分东西两头藏 也就是说 可能两个只能救回一个 不 那剩下的一个就会 死 不跪 在 速去被马 去东江 另外 把云青轻被绑的消息 告诉楚不明 是 等着我 用车去西江 云青轻才是你要救的人 要是你 我就是与你何干 你该救的是云青轻 将军 马已经备好了 去西江 好事 有人吗 救命啊 鲁车 好歹教了你那么多次夫君 你回来救我的吧 我 四君 我好害怕 原住中的白小套 是被陆车一剑刺死的 肯定不是蠢死的 我 陆车 你个王八蛋 居然真不来救我 活该你被楚不明算起 陆轻轻那个阴阴怪 到底哪里好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唐 你还好吗 我可真羡慕您姑娘 你们才是郎才姨吗 天作之合 小唐 你的伤 我这人皮草若合 区区划刷 算得了什么 好 少夫人 您莫怪陆大哥 快回去吧 我都没缺个不少女 又不找你操心 终究我怎么努力了 还是改变改变我 少夫人 姑爷太太过分了 居然先跑去救那云青青 要是当初 您听了老爷夫人的 拿了和离书 也犯不着受这样的委屈 秦儿 你先嫁去吧 是 谁让我是抛灰呢 不过 明明知道结果了 为什么心里还是很难过 是 四伯母 你 说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许你不信 可我明明想救你的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 小灯 你不会原谅我了 月牙国三十万大军突现边境 战争一触即发如此紧张局势 略楚不明从来没伤过战场 如今他却成了元帅 而表哥你给他做先锋将军 那岂不是太过儿戏了 休得妄义朝政 你的伤哪里来的 我 我刚领了个校尉的军衔 跟人堆略弄上的 我再问你一次 你的伤怎么来的 那天的面具人 是不是你 等等等等 表哥我 我错了表哥 李少爷 你素来不长记性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 但你不要得寸进尺 白小唐再不计 他也是你嫂子 可万一他是奸细呢 说不定你这次被夺绝的事 就他的一份功劳 所以你就敢月祖代袍 擅自动我的人 我不是想把他给逼走 给你减少负担吗 够了 他是不是奸细 我心里清楚 还有 你想逼走白小唐 你绑架云青青干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跟白小唐一样 都是楚不明 放到你身边的诱饵 无凭无据 就敢擅自绑人 都说这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表哥你英明一世 偏偏喜欢在女人身上栽跟头 表少爷 你给将军惹大麻烦了 表少爷 表少爷 你给将军惹大麻烦了 能有什么麻烦呀 能有什么麻烦呀 你要回国公府 嗯 什么时候 把东西收拾好就走 把东西收拾好就走 非走不可 说完了吗 好 既然你要回国公府 那就帮我转述一件事 绑架案请泰山大人不要插手 陆车你过分了吧 你不来救我也就算了 还不让娘家人给我出头 要开战了 朝廷事多 现在不适合继续追查 按援助 陆车出征后 肯定会被楚不明的圈套射击 可是 他都不管我死活 我难道还要继续管他 所以 你回国公府以后 也不用回来了 正有此意 如果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我定会三跪九寇 亲自去国公府 向泰山大人请罪 表哥 你没事吧 该不会是 可嫂子他 还不肯原谅你啊 这样也好 什么这样也好呀 那要不 我替你道歉 道歉无言 万一我回不来 那他就更应该回来 万一 万一你有什么不幸 他也好帮你照顾公母 他凭什么帮我照顾母亲 凭什么 我又为他做过什么 千儿走了 少夫人 我还有很多细软 没收水完呢 别惦记那些细软了 走吧 还有这么小的马 你这就要回国公府了 这匹马 就当是鉴别领 是送我走的意思吗 不如骑骑看 可是我又不会骑马 我教你 来 我可不可以 尽我 你 要我 你 你 我 您 您 她好像不省情了 她今天好像没那么冷淡了 你 你先说 不 你先说 将军 二殿下来了 陆大人 之前替我搭救青青 今日特地过来拜谢 我想参见二殿下 对了 南山别院我已经赐给了青青 日后不会再过来打扰了 陆大哥 前些日子是青青唐突了 与二殿下甩了性子 叨扰之处还请陆大哥与少夫人见谅 对了 夫君与我本就会将此事放在心上 更谈不上什么原谅 少夫人这匹马可真是漂亮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瞧上了吧 少夫人肯搁爱 小唐 太子殿下驾到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清清见过太子哥哥 嗯 这多日不见 似乎 又名言动人了几分呢 怎么 清清是看中了什么 不过一匹幼马 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本宫府里 有大渊进贡的鸣马 少夫人若是喜欢 大可以去挑嘛 这话什么意思啊 少夫 别人信 这是我的 皇兄的好意 我和清清都心领了 但这马呀 却是万万不可 因为臣弟听说 前几日路彻不知何故 与国公府发生了冲突 这匹马是他的诚意 这事关故府 与国公府二府间的安定 还望皇兄三思啊 看来本宫说话 是这般的没有分量 太子殿下息怒 小唐他并无恶意 不许胡闹 回头再跟你找别的 皇兄 您就别为难陆车了 陆大人身为武官之首 素来与咱们皇家不和 他呀 这也是为了避嫌 你的意思是 本宫遇拿大渊进宫的名脉 拉落朝廷重臣 皇兄 臣弟可不是这个意思 臣弟只是在考虑陆车的难处 对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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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更加关切 待你侃旋之时 你可不要再拒绝我 微臣定不负皇恩 不辱使命 一定要平安归来啊 孩儿定会侃旋归来 将军 都这个时辰了 少夫人 怕是不会来了 也好 上 快 你救 小唐怎么没来啊 可能看不得这离别的场景 所以没有来吧 你个混蛋 人吓人吓死人 这是谁家的公子啊 又是要去往何处啊 古奶奶的事 用找你管 我顺路办了 你烦不烦啊 是不是又要想绑我 表哥告诉你了 果然是你啊 路车让国公府别追查 我就觉得奇怪 我 你闭嘴 别再跟着我了 李少爷 此去边境凶险 若我有什么闪失 帮我照顾他 让将士们稍作休息 是 原地休息 遗嘱降后再出发 去 现在出去肯定会不会赶回陆府 还是等到了边境再说 去 不待在陆府 跑出来干什么 我 我想和你一起 真是胡闹 我差人送你回府 夫君 我不想回去 我想和你一起出征 求求你了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真的那么喜欢我 真的那么喜欢我 好吧 允你 参见元帅 免礼 小唐 听士兵禀报说你追随大部队至此 开始我还不信呢 我是来找我夫君的 这一路可有受伤了啊 好着呢 多谢几卦 那就好 那就好 陆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西陵边境 有治愈青青引急的良药 没想到 陆大哥会把少夫人也带来 是我自己要来的 他不会惹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少夫人自小锦衣玉食 又没有吃过苦 有我照顾他 他不会吃苦 好了 天色也不早了 陆将军 早去休息吧 陆将军 来 这里山清水秀的 我叫小姐想吃鱼 不知可否捞几条鱼回来 我说云青青 你想吃鱼可以让你丫鬟去捞啊 每个月都拿月曆 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吧 少夫人说得是 只是飘絮她从来都没有下过水 不会捞鱼 不会可以学啊 谁一生下来就会 我家姑娘和陆将军的事儿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主子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丫头插嘴 你 这是怎么了 元帅 你来的正好 他诬陷我 休要妄言 嘿 说的好像是我的错一样 我知道你素来嘴上不扰人 但心底并不恶毒 不会欺负一个丫鬟的 我 失去秦君 再阻止我败坏男主好感吗 还请楚元帅 不要妄言 我妄言 卓京 虽是夏家 但堂堂官家内眷 怎会自降身份 欺负一个丫鬟 有车 你喜欢的人是林青青 为何帮着白小堂 又是你 不要为白小堂恐惑了 你一心一意爱的只有云青青 住嘴 我路车喜欢谁 不用你做主 明顽不灵 不管你是人是鬼 都别想开掉我的心意 那你的意思是 本帅冤枉你夫人了 平时看你连阿丽吃的 子玛 今天哑巴了 你不凶我会死啊 连一个丫鬟都镇不住 怎么做陆家少妇人 天色不早了 楚元帅 请 看样子 路车已经彻底不受控制了 白小堂不得不除 云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特意来向陆大哥赔罪的 不归将军可否通传一声 我出去一下 好 好 好 这么快就回来了 说几句话 不需要什么时间 那可是云青青啊 深更半夜 离她太近 对她名声不好 那现在我们俩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对我的名声就好了 好 夫妻一场 你我若是分室而去 对顶的名声就好了吗 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 好 小堂 你没有因为昨天的事生气吧 败坏男主好感的事和话 我都做不了 大哥我怕你了还不行吗 没没没 多大点事过去就过去了 那 小堂 这么晚出来干嘛 袁帅 你有事情吗 我就出来打个水 我就跟小堂说句话 你还在那儿 说一句话 谁自我 那儿 我了 太爱了 你 我了 我 难道只要我一妨碍剧情发展 剧情本身就会对我进行抹杀 真是要了命啊 如果我一个外来的 都被剧情军控制住了 那这些土著 不是更没有反抗能力啊 路车 你还会喜欢云青青吗 夫人 在想什么呢 夫君你来了 来 喝茶 你 喜欢我吗 除了轻轻爱爱 你能想念别的吗 那 不喜欢吗 你还喜欢云青青吗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现在在边疆 这把匕首送给你防身 哇 真好看 好了 早点休息 我要回去研究战术 好 如果我不改变剧情 就等于亲手把云青青 送到路车身边去 不行 我可不是为了生命 去放弃感情的胆小鬼 可为了感情放弃生命 好像更是傻缺啊 太难了 我 不 我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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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爆药 再加上连日本波 终究还是弱了些 你别担心 我已经派了精兵出去炫药了 一定能抗风 元帅 若是再找不到药 我家姑娘恐怕会越来越严重了 你休咬胡言 末将参见元帅 不必多礼 清清身体抱恙 这军中设施又简陋 需要送往西陵城休养 只是这大战一触即发 本帅作为主帅 定要在此坐镇 陆将军啊 你看此事 元柱上林清清定重 楚不明令陆彻护送元清清 而陆彻离去不久 月牙伯突袭 楚不明令陆彻下将士迎战 损失惨重 杜彻因此而失去仪仗 被楚不明陷害 不行 不一定要阻止 启禀元帅 夫君乃是先锋将军 理应为元帅冲锋陷阵 不如元帅派几个精兵 江云姑娘交与我护送如何 元帅 我家姑娘可不能交给她 不行 大战在即 夫君怎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 我家姑娘和陆将军情同兄妹 那她还和二殿下情同夫妻呢 你 元帅 末将愿亲自护送 陆彻 那就有劳陆将军了 将军 你疯了 这分明是元帅故意下套 她本就是冲着陆家 在军中的威信而来 必然会有所针对 那云姑娘是真病还是假病啊 她性情纯粹 应该不会作假 是 属下明白了 可您怎么和邵夫人解释啊 您不说 邵夫人再怎么善解人意聪明体贴 也不懂不是 你对白小堂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她 善解人意聪明体贴 你怎么跟白小堂一样 将军 属下 见礼了 嗯 陆彻 你别再跟着我了 你看看你跑的这地方 荒郊野岭的 万一有个山贼什么的 就得不偿失了 听话好吗 跟我回去吧 不走 走 真的走了 跟着你的时候 你赶我走 我走了 你又找 你来段什么 送荷梨树啊 拿了 你耍我 从今以后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你呢 想要你再去哪里 你跳不去哪里 你多走 我走了 你操你 我 آپ 你快去哪里 陸车 如果你继续偏袒白小汤 你陆家将万劫不复 白小汤就是个邪祟 他将为师所不容 就算你不出手 他也会遭遇天灾 与此 不管你是谁 休想再把我陸车都提醒我 不是 你越对他和他报应来得越快 不会再做你的提线木偶 永远不会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赛我就安心了 你有没有觉得我羞涩可散 他让你最美了 眼睛肿得像轻鱼一样的傻丫头 起完就不认账了 那重新亲回来 我走了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无论如何我定会护你周全 什么鬼啊 人吗 主日 陆彻 不归 陆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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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